开价是980万 高雄透天错售价不到1000万 不少人抢着看 去年底询问度就多了四成 光电话来的话 大概会增加到四成以上 那客户来看房子 大概最少都将近有多了三成 自从韩国一当选后 高雄房市像是吃了定心丸 不只买气增温 就连建物开工量也跟着攀升 比较11月单月开工建树 2016年141件 去年则有223件 三年多了82件 成长百分之五十八 以这个开工量的部分上面来看的话 就算是相对比较强势 所谓高雄的一些寒流的效应 他们可能在开工的医院上面 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不只高雄房市很热闹 去年11月全台有1.13万站开工 创下近五年单月新高 显示买气已经回笼 然后前面面的是25米的灵异大道具 北市精品柴看房人数也多了两三成 六度当中增加住宅数量 以高雄多了1.2倍为最高 第二名则是台北增加百分之八 而新北桃园台中也有30到40%的增量 台南则是下跌百分之十 建商如果长期还是看好这个区域 去做一些更大的一个推案的一个动作的话 还是要观察他长线的建造数 看好先市首长能力 拉台房市买气 高雄去年11月住宅开工增量是全台最多 真的是验证了韩市长说的 各行各业只要有人潮就能发大财 谢谢台北众号报导 台南则 Sophie